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英国伦敦一栋公寓楼14号发生大火 造成七神受伤 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为12人 而这一数字将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目前灭火工作仍在继续 消防员已上到顶层 并基本搜查了大部分的楼层 救出65人 失踪人数尚未有透露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透过发言人表示 对大火造成的人命伤亡深感悲痛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今天早间在弗吉尼亚州 亚历山大市国会棒球赛的练习活动中 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 伤者中包括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 警方认为这是一场蓄意袭击事件 目前枪击者已被警方控制 事发时球场内正在进行棒球训练 在训练过程中一名男子手持长枪对会场连开至少50枪 造成至少5人受伤 其中包括斯卡利斯和他的助手 一名议员以及两名执法部门官员 目击者表示 枪丑是一名白人中年男子 斯卡利斯是共和党党编 也是国会中最资深的人物之一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 斯卡利斯办公室称其正在接受手术 目前情况稳定 枪击案发生后 总统特朗普表示 他和副总统潘斯正密切关注枪击案的事态发展 对这场悲剧深感悲痛 为国会议员 他们的工作人员 及其他受到本次事件影响的人员祈祷 同时取消了原定于周三进行的劳工部演讲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纳香槟分校的交流学生张盈盈 截至目前已失联超过100个小时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从警方接手张盈盈失联案 且已经找到他坐上的黑色车辆车牌信息 警方表示 在案件解决前将追查到底 不会放弃 校警察局已在学校网站 社交媒体等地公开张盈盈失踪前上车的录像 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昨晚张盈盈的父亲透过网络首次发声 他表示 女儿失踪的这些天内心十分煎熬 每时每刻都在期望盈盈能平安归来 并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大家的努力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起源消息 美国特勤局发布通告警告民众 一种新型的美元假币出现在美国的各大城市 据悉这种新型假币均为百元纸币 可轻松通过验钞笔的检验 特勤局官员称 假钞伪造者将一元五元和十元的真钞进行表白 退去了其原版的硬币图案后 再重新印上100美元的钞票图案 在保证原本纸张质感的基础上增加纸币面值 从中获取暴利 目前这种新型的假币已经流传至纽约市内 上月27号 费城的两家商户就先后发现了这种新型纸币 且均通过了验钞笔的检测 特勤局估计 流入费城地区的假币大约有4万5千到5万元之多 在纽约 拉斯维加斯 西雅图等地也收到过类似假币的举报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近日举行旅美生活服务平台发布会 推出相关微信公众号 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领区手册 为在美中国公民和企业提供必要的法律及生活帮助 据使馆人员介绍 推出的产品内容 旅美生活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将定期推送信息 将涵盖中美重要政治经济文化活动 美国签证申请交通出行 医疗健康等内容 民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订阅 领事手册则介绍美国概况及大使馆领区内 各州特区的基本信息 提供安全常识和领事协助信息 领事随手拍则用生动简要的小视频 为中国公民提供可靠的生活指南 李克星公使表示 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良好 两国人员往来增加 大使馆不断探索应急处置和预防性宣传的有效方式 希望更多中国公民从系列公共服产品中受益 加拿大方面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报告 2015年警方共接到159起针对穆斯林仇恨罪的报案 2014年的数字是99起增幅为60% 加拿大穆斯林全国理事会副主席表示 对穆斯林理事会来说 从2014到2015 加拿大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明显增加 当局并不感到惊讶 统计局发现 把各类仇恨犯罪案件归纳在一起 2015年与2014年相比 加拿大的仇恨犯罪率上升了5% 主要是由于针对穆斯林 阿拉伯人和西亚裔的仇恨事件的增多 另外在2015年的仇恨犯罪中 暴力犯罪也在上升 在警方街道的仇恨犯罪报案中 38%属于暴力犯罪 包括袭击威胁和进行犯罪骚扰 这个比例比2014年上升了1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一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凤顶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